環保全體世界自然基金會 留意到菲律賓濫捕珊瑚魚的情況 近十幾年來越來越嚴重 他們曾經找漁民模擬用山埃毒魚的手法 一落山埃,游擊附近的魚很容易就一猛成禽 連一帶的珊瑚都受到破壞 Coris是這個組織的研究員 他由二千年起著手調查亞太區珊瑚魚的貿易情況 他說曾經目睹一艘運載大約十噸珊瑚魚的漁船 由東南亞水域翻航 當中兩噸半是貧臨絕種的蘇眉魚 Coris說漁民利用山埃 可以在短時間內捕捉到大量珊瑚魚 珊瑚魚受驚的時候 很多時候會閃進珊瑚枝或洞穴裡 漁民看到的時候就會用珊瑚 擠進洞裡 大型的魚通常在這種情況下就會暈倒 只會躲一躲 所以漁民就可以很容易地捕捉上來 很容易地捕捉到大量珊瑚魚的水域 據KSK巡邏隊保守估計 菲律賓巴拉網水域裏面 四成的珊瑚礁遭受到嚴重破壞 沒有珊瑚礁這個重要生態環境 很多海洋生物都無法生存 卡拉綿群島的漁民 西代靠捕魚為業 但是有朝一日 當牠們在大海洋再找不到魚鑊 還可以靠什麼衛生呢